其实我也没想到 《狼天下》会在 就是会 宛于我后面几个作品之后播嘛 因为我当下以为 它会是最早播的那一个作品 但是我觉得对于演员来说 可能就是这样吧 就是 必须要禁得住考验才可以 哪怕是我第一次拍戏的作品 但是它被放到当下来播 我相信肯定会有很多 批评的声音也好 或者是怎么也好 我当然都接受了 因为我自己都是带着 一个批判的眼光 去看我当时的一个表演 因为我觉得只有这样 在以后才能去规避一些 不好的东西 那个时候的阶段是一个 新人的一个 非常青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对于拍摄这个事情 还比较陌生 对于演戏比较陌生 所以 我还挺怀念 那个时候的阶段呢 特别的 深色 然后有一种 劲儿在身上 就是我管他 我不管这场要难不难拍 难不难演 我就先上 所有给到的都是 最真实的反应 不会去预设 预想自己 接下来我要 我要做什么样的反应 我要怎么去接他的话 我要有什么样的动作 所有当下的反应 都是最真实的 都是身体激发的 那一下当下的情感 都是出声牛肚 无法唬的那种感觉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谢谢大家